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再坑这边 小区非常舒服 这套房估计只能原价或者加一点钱 因为房主是可租可卖 而且它的基本是装修完了 孔调是15年换的 缺点就是你看底下坡 你看这一侧火稍微有一点点积水 所以草地可能需要做一下 然后把Gutter装上 这套房基本没有问题 好 我们进来看看 OK 好 进来之后整体的色彩 包括你看层高 非常舒服 而且很多房间还中间很窄 但是它前面 它有一个相当于过渡的这种区域 就让你感觉不会特别拘束 符合地板 左侧是正餐厅朝前院 灯也是重新装过的 然后从这餐厅可以进入到厨房 然后右侧呢是三个卧室 一个full bus还有一个洗衣房 这套房子是4加2 1800尺4加2 所以就做得很舒服了 好 这是早餐厅 早餐厅还有厨房 厨房它台面是大理事台面 是才做过的 然后再来看柜子 柜子可能老一些 里面还是蛮好的 嗯 洗碗机 还有人住 所以有人住的房子和没人住的 确实是不一样 ok 好 客厅 吊扇是新换的 反正基本这个地面呀 墙面几乎全部都做完了 所以看起来会相对比较舒服一些 所以看起来会相对比较舒服一些 这边就是书房 好 你看它这个柜子是自己打的 实际上之前就是专门放电视的地方 那以后也可以放电视 然后这里呢直接到后院去 然后到主卧 所以这个就比较舒服一些 所以这个就比较舒服一些 主卧的隐私性相对好一点 好 它自己 这套房子有点西晒 它这边是朝西 但是后院你看 这套房子也很新 然后它上面做了一个cover 所以包括地面也做过 包括地面也做过 这把机就通到车库 好 这样就可以比较舒服 这样就可以比较舒服 好 这样就可以比较舒服 整个做了这个西能遮阳板 好 我们到主卧来看 这是套车库 车库的灯也重新改过 热水器在楼上 在屋底 可能有些人不太喜欢这种设置 就是说主卧在后院比较靠底的位置 好 进来之后主卧 它这是1米5的床 但是实际上放1米8的床 肯定是没问题 好 洗手间 好 OK 灯稍微做了一下身体 前面上的画不用看 雨缸 单人 单人的洗澡间 一毛钱 变盆 整套房子的布局比较合理 而且没有什么硬伤 采光 各方面的比较舒服 价格 价格没算减到便宜 但是价格是比较合 因为它重新做过 空调一套是新换的 15年换的 可以用15 20年 OK 到这边来就三个卧室 所以说如果想让这个房间做到这边呢 这边墙可以做成门 这样的话就可以有另一个卧室 然后左侧过来第一个房间呢是洗衣房 然后洗衣房过来这个房间呢是客位 客位的镜子做了一下身体 其他东西都是最便宜的 然后从这过来呢就是三个卧室 第一个卧室 朝侧院没有吊扇的 第二个卧室 这是是有吊扇的啊 但是老的吊扇 第三个卧室是朝前央 所以它因为面宽宽嘛 所以说两个卧室都是朝前央的 第三个卧室你看它吊扇 已经比较老了 房子是1996年的 二三十万一千八百尺 对于整体来说是 目前在Frisco这个位置 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值得的 而且这套房租起来应该也比较快 因为只要价格合理的情况下 价格合理的情况下 因为它是新装修完了嘛 装修的装修的越漂亮 然后价格越低就做的越快 所以说问题不大 好更多信息可以关注 澳湘美国房产咨询的视频欄 在腾讯优酷YouTube 也可以加入个个人微信 翱翔US001 我是邱瑞 我在达拉斯等着你 再见